立法院长韩国瑜经现身基隆力挺遭遇罢免危机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同一天国民党大咖全员出动 齐聚基隆立拼手助市长宝座 韩国瑜助长时还自嘲 如果谢国良去选总统才可以罢免他 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发问很酸 韩国瑜是台湾选举史上首位被罢免的市长 现在帮谢国良站台是不是在提醒大家 国民党市长都做得很烂 传掉国民党致死之中都听不见人民的声音 由公民团体发起的拆良行动近期传出有拆良志工及小孩 都被来引人士公布各资 志工控诉打压无所不用其机 根本是践踏人民的罢免权 攻击你不够还会攻击你的孩子 这就是基隆市长谢国良口中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关切施压肉搜样样都来 没有担当回应市政争议 满嘴胡说八道的我不知道 转头就让团队私下操作暗黑兵法 拆良团体发文指出 希望大家团结突破 顾良设下的资讯帖幕 因为罢免从来不是仇恨动员 是一场发自内心 期盼交相变得更好的公民运动 呼吁基隆市民在最后一天 跟家人坐下来好好讨论 明天一起投下同意票 前立委成博会也拍片声援基隆罢免 说家库林则在脸书写下于阿良告别书 罗列谢国良市任正义如暴力开锁东岸商场 采购抛锚的中古公车都证明了一件事 谢国良的离开才能让基隆人如是重负 得到真正的幸福 发文在社群上引起共鸣 谢国良罢免案将于明天投票 网易票若多于不同意票 且同意票达77,700票以上 罢免案才能通过 结果如何各界高度关注 记者顾名整理报导